这个白色的架子是在室内 我的蝴蝶兰主要就是养在这个架子上 今天是6月1号 也就是入冬的第一天 架子上所有的兰花都洗了一个枣 树皮混淆盆栽的冲了盆 桃粒的也洗了桃粒 水培的刷了瓶子换了水 这期视频会让它们一个一个的出来亮个下 从现在开始对它们的生长情况 做一个视频记录 这个架子上面三层 一共是9格 这是左上角那一格 这颗超级大 买回来说吧 它那个叶子就排列不太整齐 花蟹之后就一直放在这个位置 用这个木框来把它的叶子规范一下 好像有点用 可以看得到是树皮混料盆栽的 它已经有花芽了 右边花芽伸到后面去了 花芽伸去的方向是背光的 我不知道是碰巧这样呢 还是说它就想避着光掌 因为要规范它左侧的那些叶子 所以摆放的方向从来没变过 也所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这个花芽没有朝向光源的方向 这颗大的左侧 这颗是一个中型的 它也有花芽了 不过还很小 有点拍不太出来 勉强能看着一个小东西 在第三片叶子背面吧 右后方是那颗斑叶的 既带着一个小苗 又有花芽 这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带着高芽和花芽的 这颗摆放的方向没有特别固定 可能会有转来转去的情况 所以这个花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摆的缘故 怎么也有点S型呢 看来我需要稍微固定一下 它的方向了 这是中上一格 新买的雷丽兰 有时候会摆在这 因为它太高了 下面摆不下 只能往最上面放 有时候也会拿到户外去吹吹风 等到它的花包基本上都打开了 我会搬到客厅去欣赏 暂时先放在这 因为客厅的光线没有这儿好 把它先挪到一边 看看它背后的蝴蝶兰 这颗应该认识吧 伤心率还挺高的 双胞胎 高芽和母本 都在茁壮成长当中 都在长新根 但是没有长花芽 绿盆里这颗挺大 叶子也可以 但是没发现有花芽 这就是那颗出了一个侧芽 和四个高芽 但是三个高芽都不长了 只长起来一个高芽 也就是一芽独大 不过没长起来的芽 也还在呢 并没有消失 只是不长了 不知道它将来会怎么样 这是右上格 这儿有四颗 是曾经组盆的四颗 是同一个品种 花谢之后打开 其中一颗的根不太好 所以当时就把花梗完全剪掉 栽到盆里 静养 就是这颗 目前这颗已经有花芽了 还很小一点点 这个花芽的位置是 第二片叶子的背面 和这个同一盆的其他三颗 因为根还不错 花梗就剪掉一半 抹了催而寂 那催出来一只花 和一个苗 花当然已经卸了 苗还在这儿 苗已经长得挺大了 这三盆的苗都不长根 这三个高芽的样子都很像 可见是同一个品种 而且带着高芽的这三颗 都没有花芽 这颗是被捉过虫的那颗 然后感觉上又有点畸形 之前就一直病病歪歪的 哎 今年感觉缓过来了 看长了这么多根 新长出来的叶子也没有那么畸形了 以前有介绍过 给它用过蒜水 它也还没有花芽 中间右侧这一格都没有花芽 玻璃瓶里水培的这颗 就是之前被手术的那颗 手术成功 发了新根之后 曾经企图用桃粒 结果把新根打坏 又重新水培 就一直水培没在动 这些新的根都是在水培的状态下长出来的 右下方这一格都是多少有点问题的 左侧两颗来自同一个朋友 都是有点问题 正在缓苗 已经有点缓过来了 尤其这颗已经出了新的根 但这颗尚需努力 看看这颗叶子花花的 莫名其妙 一看就是生病了 但具体是什么病 我也不是很清楚 应该不是虫 我分析比较有可能是病毒病 这个病呢就没办法治 可能是那种胎里带的病 这个病呢是要等到年龄大一点才会发 小苗的时候 或者是刚开第一次花的时候 反倒没事 看不出来花铃长到某个年线的时候 它才会发病 您看这颗新叶子上都是问题 但是它原来的老叶子反倒是光溜溜的没事 所以我分析它可能是病毒病 如果是病毒性的病 只是摆在这儿 并不会传染给其他的 但是用剪子 比方说剪了这个再剪其他的 就有可能把病毒带过去 如果遇到花 得了这种病毒性的病 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根治 那就只能这样了 不过我还是会一直养着它 我看看它最后会怎么样 这棵是从花有那儿来的花 来的时候就黄着叶子很吓人 现在算是旧过来了 中间这片小叶子是来了之后新长的 虽然长了新的叶子 但是总是觉得它的病并没有痊愈 还是有点问题 看那个新叶子上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中下层是那些小苗 凡是出了根的都在水培 就不一颗一颗介绍了 之前都有单独讲过 这个变化也不是很大 没有出根的还在玉苗瓶里 这是前不久包水台的花梗 没打开看 不知道怎么样 左下方主要是些石壶苗 石壶少了些 送人了 躺着的那些花梗 还在继续出苗 这石壶的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但是这株石壶就始终半死不活的 可是它还是长了一个高原 这是中间左侧 那个迷你文心 今年养得不好 只出了这么一点点花苞 马上就要开了 兰花盆里这棵 从花有那儿来的 有花芽了 这两棵也都没有花芽呢 这棵叶子大的大小的小 卷子卷 长得很尴尬 去年就没出花芽 今年到现在还没出 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呢 中间这棵呢 就是这三棵 白瓷套盆里这个 还是老花梗催芽 催出来一枝花 一个高芽 但是它某片叶子的中间 也发现有个小小的芽 可是它一直在那儿也不动 这是我买的那棵 鸡蝴蝶兰小苗 就是太干 倒扣一个杯子 稍微增加一点湿度 这是花有代买的 那个原生种的蝴蝶兰 刚拿回来不久 变化也不大 但是看看它那个 三个花梗很有意思啊 左边一枝 右边两枝 同一侧 同一个位置发出来的 中间那一枝 还有个小叶子 果然是跟常见的那些杂交种 很不一样哈 除了摆在架子上的 还有四颗是挂在那儿的 这是其中一颗 去年买的小苗 叶子长了不少片 也挺亮 可是没有花芽 这颗水培的 刚介绍过 有两个花芽 这好像是唯一一颗 从买后来就一直水培 到现在 其他的都已经改成盆栽了 这边还有两个小苗 都在出花芽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小裂口 但是还没有任何东西长出来 所以还不知道 是不是可能会出个花芽 那三个小苗 为什么挂着养呢 是因为它们自己 总是要躺着长 没办法 就只好迁就它们 让它们躺着长了 另外还有几颗 没在架子上 这颗在架子不远的位置 有花芽的 它旁边这颗 还没有花芽 叶子长这么多 也没有 再过来是这颗 这个有花芽 已经不短了 这是那颗 刚刚从朋友那儿拿过来的 来的时候就带着花芽 因为歪着长 我给它换到这个盆里 现在我用两个杯子 在顶着它 最初是用外套盆的盆盐 来顶着它 但是发现这样 拿出来浇水施肥的时候 还是很不方便 所以换成杯子 这样它们是一体的 拿着就方便了 这颗在桌子上 没有花芽 所以拿它做实验 还有三颗在这里 这个窗向北 白天阳光很好 右边这颗是有花芽的 其他的都还没有 中间这盆是两颗 就是我的那个大小苗 左边这个呢 是长了很多片叶子 可是也不出花芽 所以搬到这里 给它增加点光亮度 这个玻璃不是全透明的 是半透明的 确切的说就是磨砂玻璃 所以阳光直接照进来 已经被绿掉了很大一部分 所以不用担心 叶子会被晒伤 我去年就试过了 这儿没有问题的 我为了给它催花 是控水加增加光照 现在这个温度 夜里基本上都能在 二十度以下了 这是今天下午 大概四点多不到五点的时候 架子上测的树 很干才三十七 但是温度有二十度 还多一点 所以现在给它打开 增加增加工程